肠病毒疫情升温 上个星期,门诊、急诊、就医来到了1.7万多人次 是近十年同期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星期有一名北部的一岁男童 一次同时感染了肠病毒以及新冠病毒 还并发脑炎,目前还在住院当中 呼吁家长要留意小孩的重症前兆病征 及时就医 新冠疫情已经过高原期 不过上周新增两百四十六例并发症 有缓生趋势 重症个案中有两名一岁男童 都是感染新冠病毒并发脑炎 其中一人更疑似同时感染肠病毒 警官署表示个案在五月上旬出现发烧 口腔溃疡等症状 诊所医师诊断为肠病毒 后来因为抽搐送医 新冠快筛为阳性 研判可能同时感染肠病毒和新冠病毒 还并发脑炎 被收治加护病房 索性治疗后病况改善 目前仍住院治疗中 感染新冠病毒跟肠病毒都有 在小小孩都有并发重症的风险 包括像这次的个案的脑炎 机关署表示国内肠病毒正处于流行期 上周门急诊就医达一点七万多人次 是近十年来同期最高 上周全台有两百五十六个小学幼儿园班级停课 目前检出肠病毒七十一型的新北市 桃园 高雄 屏东等六县市 八个乡镇市区 更被疾管署点名为高风险区域 目前我们疾管署的疫情 是处于流行期 那根据疾管署实验室的一个监测 那今年肠病毒呢 主要的一个流行型别呢 是科莎期A型 此外幼儿常规疫苗接种的 A肝疫苗针筒外 橡皮封盖及外盒有残胶 共计有十七万剂疫苗验收 没有通过 疾管署已经要求厂商进行换货 预计九月才能恢复稳定供货 约有十二万名幼儿受到影响 机关署提醒家长 攜带幼儿接种A肝疫苗前 最好先询问医疗运所供应情形 以免白跑一趟 记者来说明讲东西 台报道